好,我们现在说的是用安卓手机来加入会议 请你在桌面上直接找到你的Room的App 然后直接点选你的Room的App 那进来之后呢 如果你是参加会议的身份 是完全不需要登录 只要知道会议室号码就好 那会议室号码主持人都会给你 那所以我们只要按加入会议 加入会议 然后这个地方通常主持人会通知你会议室的号码 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会议室的号码输入进去 好,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会在那个会议室显示你的名称 那所以如果你想让大家知道参加的人是你 那我们通常会把什么学校 什么单位 什么名字 把它输入进去 那输入好之后呢 直接按加入会议 好,就可以进入会议 好,那这样就已经进入会议了 好,那在这个主画面呢 就是就是现在在开会的人的讲话的画面 那右下角是你自己的画面 好,那如果你要离开会议呢 我们点选 好,在桌面点选一下桌面 会出现功能表 好,上下都会有功能表 那这里就可以按离开 好,这里离开按下去 就会跳出会议室了 这个录音令 的是每个字 whose这么说 抽性料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